突破 美国和台湾副总统在宏都拉斯罕见互动短暂交谈 1月28日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四在参加宏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就职典礼期间短暂交谈 这一罕见互动 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可能会加剧北京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 另外 据自由时报报道 贺锦丽在台上致辞时也特别向赖清德质疑 两人进行简单寒暄 约进行20-30秒交谈 据了解 赖清德向贺锦丽表达感谢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贺锦丽则向赖副总统谈到双方在中美洲的共同利益 聊到美国政府解决移民问题的根本原因战略 像大多数国家一样 美国跟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是美国在政治上并通过对台军售大力支持台湾 这也正是美中关系摩擦的重要根源之一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说 他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谈到了他们对中美洲的共同兴趣 以及美国政府解决移民问题的根源策略 哈里斯对记者说 赖清德主动接近他 双方进行了短暂的交谈 主要涉及对这个地区的共同兴趣 以及很显然台湾对我们根源战略的兴趣 台湾中央社将此次美中两国副总统互动称之为 简短寒暄致意 指出双方短暂交谈 自然互动 中央社刊发的一张照片显示 他们在台上并排站在一起交谈 两人都戴着口罩 中央社报道称 赖清德与哈里斯在就职典礼上同坐第一排 中间隔了哥斯达里加总统与西班牙国王 宏都拉斯是目前全球跟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14个国家之一 宏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在去年竞选期间 曾经表示 他当选后将抛弃台湾 转而跟北京建交 不过 卡斯特罗星期三对赖清德说 宏都拉斯感谢台湾的支持 希望保持双方的关系 卡斯特罗和赖清德星期四再次举行会谈 赖清德向宏都拉斯捐赠了一批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物质 卡斯特罗总统发推文称 我感谢对我们的坚定支持 以及协助我们发展议程的意愿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会晤洪都拉斯新任总统卡斯特罗后表示 他们没有讨论到中国 中国加大了对台湾的压力 减少其国际足迹 中国称 这个民主管理的岛屿是中国领土 无权建立国与国的关系 在去年11月大选前夕 一个访问洪都拉斯的美国代表团明确表示 希望这个中南美洲国家保持与台湾的关系 美国对中国在其后院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感到担忧 中国上个月跟洪都拉斯的邻国尼加拉瓜恢复了外交关系 中国还公开表示将把台湾的外交关系清零 时刻新闻播报